被查出囤放过期的牛肉 192公斤 甚至还有改标的嫌疑 而这家店是由日本的师傅坐镇 主打使用鹿尔岛直送的黑毛和牛 更有桌边带烤 双人的套餐4000元起跳 是走一个高价路线 而这个大量过期牛 假使胃扣除耗损 相当于是有700多人份 而以店内大约40人的座位来计算 要天天爆满 连吃三周才吃得完 定计A5和牛烧肉在烤盘上 字字作响 能沾单一吃会用喷枪炙烧 台中企美商圈这家高档烧肉店 竟然被查出囤放过期肉破百公斤 还涉嫌篡改有效日期 店家主打用鹿尔岛直送黑毛和牛 还有日本师傅坐镇专人代考 双人套餐4000元起跳走高价路线 开幕不到一年 被查到16项过期肉品 共192公斤 几乎是半头牛重量 如果不算耗损 可供700多人食用 以全区约40个座位计算 必须连续三周 天天爆满才消化得完这些肉 烤肉店在抓一个人的吃肉的量 大概是200至250克 这已经是台中两周内 第二间和牛烧肉店爆出过期肉品 吃下肚恐危害健康 金黄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或者是沙门市菌 最厉害甚至可能引起败血症 多亏两名吹哨酒检举 烧肉店遭勒令停业 开罚192万元 负责人与肉品商 责备依30万元 以及5万元招保 其底松心负责人 事业做很大 除了烧肉店 还在附近50公尺处 准备开和牛拉面店 民众掏荷包吃好料 店家却囤一堆过其肉 叫消费者怎么能接受 记者